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工研制地毯的工人 天津地毯工业起源于清朝晚期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天津地毯长期以来是天津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从清末开始 天津地毯就曾多次在国际获奖 天津热水瓶厂 热水瓶这个东西 以前是每家每户必须的生活用品 现在倒是用的少了 天津手表厂的生产场面 当年天津出产的海鸥表 那可是很有名的 西开教堂的圣诞业弥藏 西开教堂建于民国初年 全称天主教西开总堂 文革期间 教堂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和破坏 教会活动被迫停止 1980年 西开教堂才再次正式对外开放 恢复宗教活动 此时参加教会活动的 还是以老人居多 好多自行车 好热闹的场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